让开 李启云被他毫不留情地挡住了 美目一冷 低声地呵斥道 你什么时候 在我面前也敢这么地放肆了 我只是在和他说话 又不是要对他怎么样 你挡在我的面前 是什么意思啊 我一没有走开 依旧是鼻挺地挡在了 赤恩恩的前面 一板一眼地回答 抱歉 齐云小姐 我只是执行决业的命令 决业给了我一个 不能够靠近少夫人三米以内 距离的黑名单 上面就有齐云小姐的名字 决业给过我一个 不能够靠近少夫人三米之内 距离的黑名单 上面有齐云小姐的名字 这个话 可以说是一点面子 都没有给丽齐云留 丽齐云先是一正 像是怀疑自己耳对换听了 随即就气笑了似的 勾起了红唇 他露出美艳又讥讽的笑容 他还给了你这样的名单啊 黑名单上的人 要是靠近了赤恩恩 他会怎么样 霍毅表情都没有变一下 好像是没有看到他脸上的嘲讽似的 无比认真地说 我会毫不留情地把人丢出这个距离范围之内 如果对方执意要靠近的话 绝也说过 生死不论 生死不论 丽齐云了解那个男人 他的生死不论 等于是说 要是他不听劝阻非要靠近 或议就是弄死他了 那也是他的命令范围之内的结果 真是够冷酷无情 丽齐云的血液都要凝固了 好在他早就习惯了 丽北爵的这种态度 美艳干练的脸庞上 短暂的铁青之后 缓缓地恢复了过来 他握紧了拳头 尽量地让自己的语气平静下来 跟霍义说 我是有事情要找他 这里是老爷子的地盘 我不会怎么样的 对不起 齐云小姐 我只是遵从绝业的命令 霍义油盐不尽 就是不让他靠近吃恩恩 丽齐云眉头树然聚拢了 男也怒虎的刚要发火 就在这个时候 老管家忽然推着 丽老爷子出来了 你们在闹什么 爷爷 老爵爷 曾祖父 几个人纷纷回过头 望向来人的那一边 只有牵着吃恩恩 左手的小女娃 一点都不怕老人 强大的威慑 开心地奔向了坐在 轮椅上的老人家 耐声耐气地叫着 祖祖 那么好想你啊 丽老爷子被小家伙 扑了一个满怀 怀中是柔软的奶香味 他冷硬的面旁 出现了龟裂的痕迹 伸手捞住了小女孩的后背 免得她不小心摔倒了 一面吩咐身后的管家 把小小姐和小少爷 先带进去 好的 老管家绅士优雅地弯腰 然后直起腰 慈爱地招呼着 吃宝贝和诺诺 小小姐 小少爷 先跟我一起进去吧 女儿还恋恋不舍地 赖在老人的怀里 用甜蜜蜜的奶声 委屈地问 祖祖 你不想诺诺吗 诺诺都想你了 她为了证明自己想了 努力地扳着胖胖的指头 诺诺 有一 二 三 三天没有见到祖祖了 诺诺好想好想祖祖啊 想得诺诺都少吃了一碗饭 吃宝贝双手插兜地 听着小家伙说鬼话 没有揭穿她 这几天 几乎每天都是吃三碗饭的事情 丽诺 你赶紧的 不要压着祖父了 跟我先进去 吃宝贝伸出一只手 催促着她 丽老爷子没有来之前 他肯定是不放心 他家女人一个人去面对坏人 丽老爷子出来了 他就不用担心了 吃恩恩现在已经和隔壁老王结婚了 祖父的性格就是那种 维护自家人的性格 只要有祖父在 他家女人肯定是不会吃亏的 女儿被自己的哥哥催得撑起了嘴 葡萄丝的大眼睛滴溜溜地 望向了严肃的丽老爷子 抽了抽鼻子 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 小声地嘀咕 娜娜才不会压到祖祖呢 娜娜那么轻 又不是胖子 他说完 还乖巧地松开了丽老爷子的手 又朝着丽老爷子 露出了一个灿烂的笑容 主动地牵起了自己哥哥的手 萌萌哒地说 娜娜先进去了 祖祖 等一会儿 我要给你看一样东西 是娜娜做的 很厉害很厉害的东西 吃宝贝真是不敢相信 她的妹妹会是一个大笨蛋 但是事实摆在这里了 她居然好意思在祖父面前 显摆她堆得破烂极目 还自称是个很厉害的东西 吃宝贝都为她感到丢人了 太阳穴跳了两下 绝术的老人却是很给她面子 居然答应了 嗯 好 那摸摸到里面去等祖祖哦 小女孩立刻心满意足地 拉着自己的哥哥 就跟着老管家先进去了 她们的背影消失在了转角处 丽启云还有一些神色恍惚的样子 这个女孩和老人相处方式 曾几何时她好像也见过 那个时候她年纪还不大 若大的历史城堡里 就只有她一个孩子 丽南天经常飞国外 很少在家 她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和老爷子待在一起 那个时候 她年纪小 完全是不懂什么叫害怕 也会像刚刚她看到的那样 发现一个好玩的玩具 或者是自己做了一个手工作品 就会开心地找老人分享 她记得 很忙的老人 每次都会停下工作 虽然看起来很严肃 但是她还是会认真地 看完她带来的东西 回应她 后来 她慢慢地长大了 知道了人与人之间 还有身份的差距 她逐渐地开始害怕 威严的爷爷 慢慢地和老人就疏远了 再也不敢像小时候那样 随意地放肆了 在后面 她知道自己的身世 在面对老人的时候 就越发地局促紧张了 那种感觉 就好像自己是一个 披着光鲜外皮的仿冒垃圾 以前她不知道 对方早看见 她光鲜外皮之下的本质 还能够好受一点 自从知道对方早就知道她是什么货色了 她就完全没有办法再在老人的面前轻松起来 哪怕在她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 对方也知道她不是李家真正的血脉 李启云深吸了一口气 努力地把自己 从复杂的回忆之中 拉扯了出来 轻声地叫了一声 爷爷 李老爷子瞥了她一眼 并没有答应她 她一只手拄着拐杖 一面招呼吃恩恩 恩恩啊 过来扶我一下 嗯 好 吃恩恩马上过去 小心翼翼地把她给搀扶起来 李老爷子自从住院之后 身体一天比一天不好 以前她根本不需要坐轮椅 前几天也开始坐轮椅了